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听说正不得大财 但一家老小也能勉强温饱 有一年春上 田青在放火途中 救了一个中年男人 这男人名叫陈雄 是张德府陈继布庄的东家 陈雄感念救命之恩 也觉得田青这个年轻人 聪明稳重靠得住 就将其带回府城 在自家布庄做了伙计 给的工钱很适优后 布庄掌柜姓冯 年纪老迈 早有回乡之意 陈雄让冯掌柜教授田青 布庄经营之道 田青聪慧 布满半年就学了个八九成 冯掌柜回乡后 陈雄就将布庄交给田青打理 田青不想辜负陈雄的信任 一门心思放在生意上 府城离家近百里 他每月只回去一次 待上两天陪伴母亲和儿子 母亲虽是一介农妇 但通情打理 他对儿子说 我身体还硬朗 宝儿也听话 家里的事情不用挂念 你只管专心将铺子打理好 别辜负了陈雄外的信任 有了母亲的支持 田青一心一意做事 布庄在他的打理下 比逢掌柜暂时更加红火 陈雄非常高兴 不仅给田青掌了工钱 年底还有红利 田青的小父 让乡林们很羡慕 也不再有人背后说他可亲 附近的媒婆子也经常登门 为他说亲 在众人的物色和撮合下 两年后 田青取成交度假的小女儿采凤为济世 采凤长相貌美 能说会道 横讨婆婆方氏喜欢 小宝此时已经五岁 对这个继母也有好感 但他自小跟逛了祖母 所以继母进门后 他依然和祖父方氏住在后院儿 过门后不久 采凤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 隔上几日 婆婆就会拎到厨房几只野物 有时候是野鸡 有时候是安蠢 也有时候是野兔 有一次采凤问道 婆婆 这东西是哪里来的 方氏回答说 是邻村猎户们送的 你公共在世时 对他们有些恩情 这些年来 他们隔上些日子 就送几只野物过来 亏得这样 我才能将亲儿养大 现在他在福城 没有这个口福了 我等惠儿做熟了 叫小宝来 我们一起吃 哎呀 这些人真是中意啊 这么多年一直想着 不过话又说回来 还是公共心肠好 给我们积下了福泽 彩凤嘴甜 这话林芳是很受用 半年后的一日清早 天刚蒙蒙亮 彩凤因为肚子不舒服 起得特别早 他拿了个扫把去到后院儿 准备将小门外清扫一下 谁知刚走到门口 隐约听得外面有动静 彩凤从门缝向外一看 着实吃了一惊 他发现一只个头很大的黄皮子 嘴里叼着一只野鸡走到门口 黄皮子放下野鸡 瞅了瞅小门 转身跑开了 这时耳透着邪护 彩凤也不敢声张 他拿着扫把偷偷回了前院儿 只当没事发生 吃过早饭不久 方氏提着野鸡过来 说猎户又送来有物 过会儿就把鸡断了 给家人尝个鲜 彩凤心里存不住尸儿 他巧声说道 婆婆 我早上看到一只黄皮子在小门外 嘴里叼的就是这只野鸡 那黄皮子放下东西就跑了 好奇怪啊 方氏瞅了瞅他 放下手中野鸡 说道 原本不打算告诉你 可你既然知道了 我也不隐瞒了 之前的野鸡也是黄皮子叼来的 没告诉你实情 是怕吓到你 这话一出 还真吓了彩凤一跳 方氏见他这样 就将其拉进屋里 说出一段过往 九年前 当时田青的父亲田荣还在世 这天一早 他去邻居蔡九家借农具 进院后发现 蔡九正拎着一个捕兽家往外走 夹子上有只小黄皮子 嘶嘶直叫 原来是一条后腿而被夹住了 蔡九见到田荣 对他说 田叔 我娘咬的鸡 前天被叼走两只 咬死一只 八成是这东西干的 昨晚我下了家子 把他逮住了 祸害家禽 那还留他作肾 拿出去摔死得了 田荣上前仔细一看 说道 不可能 你看这只黄皮子 还是个幼崽儿 可没那本事 这时候 蔡九的母亲提着一只死鸡走过来 说道 田兄弟你看看 这么大的鸡都被他咬死了 还在下蛋呢 田荣早年做过猎户 他拿过死鸡看了看 说道 这不是黄皮子咬死的 应该是狐狸 柴犬之类干的 你看鸡脖子上这穴洞 黄皮子哪有这么粗长的犬齿啊 蔡九母子仔细一看 果然如田荣所说 这时 田荣道 既然不是他干的 就放了吧 你看这东西腿儿舌了 我拿回去包扎一下 这东西是黄鲜 不祸害家禽 就不要伤害他 田荣将黄皮子拿回家 在伤口涂了些伤药 方氏找来一块布 细心包扎好 这黄皮子太小 夫妇二人就将其养在家里 不久后 黄皮子伤愈 他好像有些灵性 伤好后也不愿离开 田荣夫妇觉得他挺可爱 就一直养着 平时就以小黄称呼他 一年后的一天 黄皮子突然不见了 田荣说 他长大了 该回归山林 这很正常 小东西乍一离开 夫妇俩还有一些不适应 转眼又是一年 一日清早 田荣在门口发现一只 被咬死的山雀 当时他没有在意 谁知十几天后 门口又出现了一只鞍蠢 也是被咬死的 田荣感觉奇怪 就经常早起一会儿 躲在门内窥探 不久后的一日 天刚蒙蒙亮 有只黄皮子叼着只小兔子 跑来门口 放下后瞅了瞅里面 转头就要走 田荣认出了 这只黄皮子就是三年前救的那只 他隔着门缝喊道 小黄 小黄 那黄皮子突然停住 转头跑了过来 这时候 方氏也过来了 老两口发现 小黄已经长大了 大部分黄皮子都是橙黄或者棕黄色 但小黄的毛发却是金黄色 十分漂亮 若不是尾巴末端那一截白毛 还真认不出来 自从那天以后 小黄不定期地往田家叼野物 两年后 田荣得了重病 临终前对老伴儿说 那黄皮子是来报恩的 看来他有些灵性 你要记住 此时万不可说与他人 这黄皮子毛色金贵 有些光幻富家的人 是喜欢这种皮毛的 若传扬出去 说不准就有人动呆心 方氏听从丈夫叮嘱 此时没有对外人讲 就连儿子也隐瞒着 每次拿来猎物 都说是田荣当年的猎户朋友所葬 所以田青并不知情 听完婆婆诉说 采凤有些动容 他说道 真是想不到啊 秦寿也懂得报恩 这东西还真是有灵性啊 方氏说 这事儿可不能告诉别人啊 采凤答应婆婆 保证不会乱说 转眼过去半年 这一日 采凤回娘家探望母亲 与母亲和嫂子在房中闲聊 嫂子拿着一件毛领皮上 让婆婆和采凤看 说毛领是用上等黄皮子所做 很漂亮 采凤一时没有控制住 随口说道 这皮毛颜色一般 我见过一只黄皮子 通体金黄 那才叫漂亮呢 母亲和嫂子听完后 继续追问 采凤意识到自己说走了嘴 可现在不说已经晚了 他也就将小黄之事 说予了母亲和嫂子 采凤的哥哥名叫杜庭 在衙门做造力 他总想讨好胡知县 某个职位更大的差事 可惜一直没有机会 胡知县的娘子喜欢皮货 特别是黄鼠狼的皮毛 杜庭就想弄块儿好皮子 孝敬之县娘子 到时胡知县肯定会重用自己 可民间很少有人猎沙皇皮子 这让杜庭很郁闷 晚饭后 杜庭从妻子口中 得知小黄的事情 这让她大喜过往 顾不得夜深 就跑去与父母和妹妹商量 她装备抓住小黄 将皮毛献给支县大人 到时候就有好日子过了 妹妹熟悉小黄的情况 这时需要她帮忙 杜老汉夫妇心狠 更不信黄仙之说 完全赞同儿子的意见 采凤则大惊道 大哥 万万不可啊 那黄皮子知道给婆婆送油物 说明很有灵性 不能伤害的 杜庭道 妹妹 这些就像小狗小猫 养久了自然亲近 你看母亲养的那只小猫 不就经常叼田鼠回来 放在母亲窗外吗 可畜生毕竟是畜生 都归人们之配 要不然富贵人家 哪有那么多皮上穿啊 父母也迎合杜庭的意见 采凤还是有些不染 杜庭有些着急 回房拿了个布包 进屋递给采凤 说道 妹妹 这里是十两银子 你先拿着 算是大哥给你的定钱 知谢娘子曾说过 若能得到上好皮子 愿出百两酬谢 若真的成功 那一百两大哥分文不取 全都给你 采凤有些摊财 一百两可不是个小数目 在金钱诱惑下 他把心一横 决定配合大哥捉住小黄 但是已经入冬 临近大年 小黄最近一个月没有来 婆婆方是说 冬天了 不好捕猎 他自然就来得少了 往年也是这样 不过大年初二到初五这几天 他肯定会来一次 就像拜年一样 哈哈 人都说黄鼠狼给吉拜年 没安好心 可小黄拜年 可真的不是为了鸡啊 转眼就过了年 大年初二这天 小黄没有来 次日一早 方氏带着儿子田青和孙子小宝 回了二十里外的娘家 原来是娘家哥哥生了大病 他要过去守候几天 走的时候交代采凤 这两天在小门口放些生肉 留给小黄 算是给他拜年吧 采凤照办 四日临近五更 在门口放了些生肉 约莫五更过半 小黄叼着一只山鸡跑来 他看到生肉后 可能是明白了什么 放下山鸡就吃了起来 这时被血覆盖的地面突然收起一张网 将小黄牢牢套在网中 任他怎样挣扎都逃脱不了 杜婷从门内走出 一脸得意 他用毡布包起小黄 迅速回了家 正月十五这天 杜婷将处理好的皮子送给了支县娘子 支县娘子见到如此橙色的皮子 非常高兴 除了兑现一百两诺盐 还多赏了二十两 胡知献承诺 过几日就让杜婷接任玉利一指 老头看管大玉 那可是个肥差 杜婷心中高兴 连声道谢 方氏回来后问采凤 这几日小黄有没有来 采凤说一直没有过来 方氏默念道 说起来小黄也十一岁了 按咱们人来说 都七老八十了 估计以后都不回来了 方氏由此考虑 也就没有多想 采凤得了一百二两银子 非常开心 他放在衣柜深处 当成私房钱 半个月后 杜婷改任玉利 全家人都很高兴 杜老汉还大摆宴席 请周围乡亲过来畅饮 转眼过去一个月 胡知县家里出了件大事 他九岁的小儿子胡云 突生怪病 经几个郎中诊断后 认为胡云是肺热之症 这种病很严重 群医束手无策 眼见儿子命不久矣 胡知县与娘子心急如烦 他们成婚二十多年 生下四个孩子 前三个都是女孩 只有胡云是男丁 若他有不测 也就意味着胡家断了香火 这时候 有个太医院的医官 告老还乡路过林县 胡知县得知后 赶紧请医官来给儿子诊治 医官果然高明 一番救治后 胡云算是保住了性命 大落下了肺劳的病根 胡云的病 医官也很奇怪 他一番查询后 认定是胡云皮袍的小皮领 乃罪魁祸首 医官说 这皮毛是黄鼠狼皮子 可能这只黄鼠狼年老 身上带着病毒 处理皮子的人 有没有收拾干净 这才导致胡云 吸入狼毛感染重病 皮子是杜庭所送 儿子现在成了牢病鬼 胡知县夫妇将怒气 洒在杜庭身上 不日后 杜庭被车拆 还以私自收受犯人家属 钱财为由 杖则六时 押到一战牢役三年 杜老汉夫妇也参与此事 胡知县下令 收了他们家房子 交给官学做萌堂 杜家人只得回到乡下老宅 杜庭挨了六十板子 已经没了半条命 押到一战两个多月后就死了 杜老汉夫妇本就年老体弱 经此一劫生了大病 得知儿子死后病情加重 不久也双双过世 杜庭的妻子无力生活 带着儿子改嫁他人 采凤后悔不已 认为这都是自己的过错 他向婆婆忏悔一番后 上吊自艺 一张黄鼠狼皮子 酿四条人命 这件事在当地传扬开来 人们在谴责杜家人的时候 也私下一论 禽兽尚有报恩之举 怎么杜庭等人为了虔诚 反而禽兽不如呢 这件事在当地传扬开来 直到几十年后 依然有人拿他来警示后人 兽有人心强过人 人有兽行不如兽 田荣夫妇好心救助黄皮子 黄皮子为了报恩 多年来一直悄悄给田家送猎物 东西虽赏 但却是他的一片报恩之心 与黄皮子相反 杜家人都是贪力忘义之辈 为了向上爬 不惜收买妹妹 捉住黄鼠狼 尽现皮子 他们的表现 真的不如禽兽 采缝贪财 为了银子放弃良知 最后落得羞愧自尽 也是报应不爽 故事劝戒世人 为人处事 心肠莫要歹毒 否则害人害己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看完这个故事后 不知道你有什么感想 欢迎在下方留言 不要忘了点赞和订阅 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